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也看过一些关于哪吒的故事 他姓李 那么叫哪吒 也有人叫他李哪吒三太子 大家知道为什么他叫三太子吗 不知道 然后你们知道李哪吒的爸爸是谁吗 不懂 他的爸爸是李靖 李靖他是守住其中一个 城镇的这个人 所以我们叫他李靖 然后他守住的那个地方 老师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讲到晚吗 我们会讲关于李哪吒的所有故事 就是从头到尾他出生 到他之后的变化 最后是取来的呢 是风神演绎版本的 可能你们看过很多他的动画 他有一些好朋友 但是我们纯粹 所以今天讲的是他比较精彩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知道他来自一个地方 OK 他的爸爸叫做李靖 那么李靖是一位将军 他守着的地方叫做陈塘关 OK 那么如果大家星期二那天 还是星期三有来听那个风神演绎的这个故事的话 当时的上朝呢 是由宙王所当政的 所以宙王呢 就是他们的国王 是非常残忍的 然后这个将军呢 就是为这个国王工作 然后他就守着了这个陈塘关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夫人呢 其实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哪吒的哥哥 那么哪吒有两位哥哥 一个是李金扎 一个是李木扎 然后就是叫金扎和木扎 有听过吗 金扎和木扎的故事 他们也是陆续在慈后的江子牙风神里面 他一直有他们的这个帮助的 来有谁要讲话吗 要是 来 妈咪出去可是我很怕 什么 妈咪出去可是我很怕 不用怕 这里有很多人陪你一起听故事啊 好不好 可以吗 你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 听得 不用怕 我们这里很多人 大家一起听这故事好不好 有什么不明白想要的 可以再提出来 OK 所以他们是布袋嘛 对啊 所以你们哪大哥哥大姐姐可以陪他 然后以后他才一年级可能会有点怕 可是我一整个姐姐也是没有带他们去读书 可是我去集完了 嗯 你长大了吗 对不对 对啊 给自己一起了 OK 回到我们的故事来 所以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 两个哥哥 一个叫李金扎 一个叫李木扎 OK 所以他的妈妈呢 叫英氏 英氏呢 他要生的第三个儿子 非常非常的奇怪的哈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李能扎这么奇怪吗 因为他是灵珠子 他是灵珠子 对他的前世是昆仑山的其中一颗灵珠子 就是一个很什么有灵力的这个珠子 那么他要转世投胎 他就转世到英氏的肚子里面 那么平常baby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会多久 九个月或十个月 十个月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叫十月怀胎嘛 对吗 但是这个李能扎呢 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 整整三年又六个月 所以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李静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特别的 三年六个月了还生不出来 然后等到有一天 他真的要出世的时候 然后他的整个房间都是一阵红光 土照下来 然后他一出世的时候 他不像我们普通的baby这样 有手有脚啊 一个头出来的 那么他生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圆圆的肉球 好像你吃那个fish ball这样 圆圆的一粒肉球 然后一出来呢 就好像有法力这样 然后在地上 在那个房间里面 过来滚去 然后他的爸爸李静就跑去那 奇怪怎么这个在妈妈肚子里面 三年六个月的 OK 出来的是一个圆圆的东西 然后他讲这一定是妖怪 但是你要知道啊 当时在这个乡堂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有讲了有三界 一个是人间界 一个是妖界 还有一个就是神仙界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李能扎呢 刚才有讲了 他是昆仑山的其中一个 灵珠子转世 他有的是神力 所以他这个李静并不知道 他是灵珠子转世 所以他就拿出宝剑来 一定是妖怪作孽 三年六个月了 还不出来出来 现在是一个肉球 所以他要把那个肉球 劈开 所以一剑劈下去 那个肉球裂开来了 OK 然后里面跑出了一个 男娃娃 所以这个男娃娃 就是一个baby的形状 很可爱 所以你们有看到 他的这个动画的话 很多就是把这个baby OK 画得非常的可爱 就是一个小baby OK 然后接下来 他还是觉得很奇怪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baby 出事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 他又是这么一个可爱的baby 又不懂要怎么下手 这个时候有一位神仙就过来了 所以他就十二仙中的其中一个 他叫做 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吗 这个神仙 收哪吒为徒弟的就是太义真人 所以太义真人就来到他的家说 恭喜你们 你们生了一个男娃娃 然后这个男娃娃并不简单 OK 他天生有这个法力 所以他就要收这个男娃娃为他的徒弟 那么他就拿出了一个竹子 就是圆圆圈的 放在他的手的 然后再拿了一块手帕 一条布 给了这个李静 所以这个太义真人呢 他身为神仙 他想要收这个男娃娃为徒弟的话 那么李静当然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哪吒是妖怪 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太义真人给他的这个礼物 所以他就给了这个李哪吒 所以这两个礼物呢 就是乾坤千跟文千玲 来 谁举手有问题 没有啊 没有 我们就继续啊 所以这个娃娃呢 就被取 老师我有问题 来 他的那个 他的师傅啊 是不是肥肥胖胖 你们看那个卡顿的是 动画里面那个是肥肥胖胖的 但是其实他一整人 不是啦 他只是我们改了很多的版本 因为他是一种神仙来的吗 他是神仙的徒弟啊 是 他一整人是十二仙族的一位 不是还有观音大师了吗 不是还有观音大师了吗 有啊 但是这边我们没有将快讲到观音 OK 而且在这个风神演义里面观音的角色 我们也很少讲到 我们继续咯 哪吒的故事 所以他慢慢的就长大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在李晶河这个婴室 他们的爹娘的照顾下长大了 所以他七岁的那年呢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然后李勒扎就觉得天气太热了 他就要去洗澡 那么以前的人可能是去河啊海啊洗澡 对不对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这个浑天灵的这个乾坤圈呢 去大海里洗澡 那么他洗着洗着浑天灵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布嘛 对不对 他带在身上那浑天灵在他洗澡的时候呢 就碰到了那个水对不对 那个海水 所以他那个有法力的话 他的海水呢就被这个浑天灵震得摇动起来 所以当他摇动的时候就会震到这个东海龙宫去 所以东海龙王就讲 为什么我的海震得这么厉害呢 我这边摇那边摇 他们全部人都头晕了 所以龙王就觉得肯定是有人在搞乱 他就派了一个代表去看看到底这个海面上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个叶昌就去被龙王派上去去看看什么事的 所以他来到这个海面上当然就看到了哪吒对不对 所以他一看到哪吒是一个小娃娃七岁而已嘛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诉他为什么你要弄我们的这个龙宫 所以你好好的洗澡为什么就要弄坏弄歪的 就是一直震到我们整个龙宫都震得不停 所以他没有问清楚 他举起骨头那个夜叉举起骨头就要砍他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那个夜叉的角色是非常凶狠 他才一个七岁小娃娃就要砍他了 所以哪吒当然不是这么容易欺负了啦对不对 所以他身上有着他的这个浑天灵的法术 所以他连忙躲开他这个斧头的砍下来 所以他拿去乾坤区就丢过去那个夜叉 来夜叉有法律顶得住这个乾坤圈吗 人啊你觉得夜叉比较厉害还是乾坤圈比较厉害 乾坤圈 对乾坤圈 对乾坤圈一丢过去 他就把这个夜叉的脑袋呢击中 哇一下子就把这个夜叉打死了 所以代表他的法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夜叉打死了 当然很快就传到这个龙王的耳里啦对不对 他讲到底是什么家伙把这个龙王的夜叉 就是他的手下打死了 所以他就叫他的三儿子 大家知道他三儿子叫什么 龙王的三儿子 一个是敖饼哦 敖饼对不对 所以他就叫他的儿子敖饼 他的儿子也是排行第三 所以就带上他的这些虾兵蟹酱 上去把这个哪吒抓了起来 所以他把他的兵啊全部派出来 虾啦鱼啦螃蟹啦什么啦 跟着他一起来到这个海面上 然后就看到李哪吒什么也不问 直接跟他开打起来 所以三太子敖饼呢一冲到这个水面 就跟这个李哪吒说 这不是你打死我们东海龙峰的这个夜叉 所以哪吒就说是啊是我啊 但是我只是在这边洗澡 你们的夜叉来到这边什么都不问 就拿骨头来劈我 所以我当然要回击的对不对 不可能假假给你打的嘛对吗 所以他就用乾坤签 只是稍微碰了他一下 结果夜叉就是了 假死 啊什么 哪吒不是有五个法宝吗 没有这样快打完 他一出生就只有乾坤签跟魂间灵 老师那那个哪吒人家一打他 他身体都不痛了吗 那我们还要拿 夜叉始终是其中一种妖精嘛 他当然也没有打到他 他只是用斧头砍他 但是哪吒也不可能站在那边 直直给他打嘛对吗 所以他就反击 他只是丢了乾坤签过去 哪里知道他就这样快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哪吒也说 他那么大的一个夜叉妖精 但是一点也挨不起打 就丢下去就死掉了 现在孙悟空和哪吒比谁比较厉害 他们是不同朝代的 如果你有听西游记的话 孙悟空和哪吒曾经打过啊 那是最后是那个杨检二郎神把孙悟空啊 打就是接招会比较多 所以哪吒和孙悟空呢 他们打也没有真正打几回 所以也分不出谁比较厉害 对 啊来我们继续讲啊 所以三派者敖饼呢 也是一个不讲理的 所以他举起他自己的武器 就直接刺向哪吒 那么哪吒当然跟他 一起周转了 对不对 当然他也让了好几次 没有说马上就要把这个三太子打死 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愿意放过他 因为他觉得哪吒打死了他们的夜叉 他一定要报仇 所以哪吒急了 他就把他的魂天灵 一向上面丢一丢了 他就喷出了一大管的火焰 然后这个火焰呢 就把敖饼呢 紧紧的包了起来 所以敖饼本来是一条龙来的嘛 对吗 所以他一包住的话 就没办法逃掉了 所以他又拿出这个群魂圈 向前打去 所以把三太子也打死了 代表他的法力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些看到他们的组织 这个三太子也死掉了 所以他们就快点赚回东海龙宫去了 所以当然这个哪吒就讲 你竟然就是来欺负我 所以他看到这个三太子死了过后 现出了一条小龙的形状 他就把这个三太子拖到这个岸上 这里的三太子是讲敖饼啊 那么就讲 嗯 这条龙这么特别白龙嘛 对不对 我就把小龙的龙金抽出来 然后龙金就是一条他们生存的金 然后他把它做成腰带 然后送给李敬爸爸 所以他就一刀就把这个 敖饼的龙金呢 抽了出来 然后带回家去 对这个哪吒来讲呢 他其实没有做些什么 就是那个夜叉先来惹他说 你为什么直接拿斧头砍他 然后接下来敖饼也上来 就直接什么都不问了 就打他 所以这个哪吒就觉得 自己只是保护自己 然后既然把他打死了 他也只是一条小龙 就把他的龙金抽出来 所以龙王金老公 他连我派出去的 敖饼也给这个哪吒打死了 非常伤心他的儿子死了 对不对 又很生气 所以他就化身一个人的样子 离开了东海龙宫去找李敬 所以龙王就跟李敬说 哇你的好儿子 不是打死了我的这个夜叉 还打这里打肥 不是打什么 是打肺了 就是他的儿子也死掉了 当然爸爸听到是 不可能啊 我的孩子才七岁 能打死人吗 然后龙王就讲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把你的儿子叫出来吧 OK 所以李敬就去找一找 找到花园里 也找不到他的儿子 哪吒 原来哪吒 我在这个小屋子里 就戳着他刚才 抽回来的龙金 所以李敬就问他 你在这屋子里面 做什么啊 那么哪吒就说 爸爸 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 我抽了他的金 正好要送给你了 就是做你做腰带 然后李敬知道 好惨的啦 你怎么可以杀死 那个龙王的儿子呢 然后他听到 他犯了这个大祸 当然是很生气啦 对不对 所以他抽了这个龙王的 这个龙王儿子的龙金呢 然后他看那个龙王 知道过后 我的儿子不止给你杀死 还被你抽掉了 这个龙金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我的儿子哪里 可以让你白白打死吗 所以我要去 一往大地那边 告你的状 所以说完 他就藤着这个云彩 去天宫了 当然哪吒知道之后 他会给他去吗 大家听到这边 不会 不会对不对 所以龙王既然要上到 这个天庭去 所以就不得了了 肯定是会害了这个哪吒 对不对 所以哪吒就趁他爸爸 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溜出去 上了这个天庭 所以他一定要拦住这个龙王 不要让他向 欲望大地告状 所以这个时候 他来到这个天庭的门口 挡住了这个龙王 就把龙王的这个 这个身体抓了起来 然后他知道这个龙王的 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的身上的鳞片 OK 所以他就用他的手呢 去挖这个龙王的鳞片 所以龙和鱼 其实差不多 他的鳞片受伤的话 他们也是会受伤的 所以他一挖龙王的鳞片 龙王就痛的 一直喊救命 你不要这样子抓 我很辛苦 所以你饶了我 我不会再去告状了 老师 不是有一次挖一个 两个洞 然后里面有两个金的 然后给他儿子奥金 你讲的是哪一个洞 那个龙王呢 我是看那个戏 他讲他挖了两个洞 是因为他们要去打 打那些哪吒 他们挖了两个洞去打 所以他那时候是带着敖饼去吗 可是这里又讲敖饼死了 其实一开始呢 为什么龙王会生气 就是因为 哪吒用了魂天灵 然后使那个东海龙风 整个摇荡了 对吗 然后他真正要来复仇呢 是因为敖饼已经死了的 而且哪吒是真的把敖饼的龙镜抽了出来 所以可能你们看到很多的感动啊 是说敖饼还没死 对不对 或者成为哪吒的好朋友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哪吒和敖饼就是天生仇对来的 嗯 老师 其实我看了是哪吒一直跟敖饼打架嘛 然后结果是打不死敖饼 然后他飞走了嘛 然后后 然后后 阿黑师的假装成哪吒就杀死敖饼了 嗯 但的确是哪吒是杀死敖饼的 敖饼是死在哪吒的手上的 所以可能你们看到很多的版本 但是从头到尾 哪吒的确是杀死了敖饼了的 来 可是哪吒其实 他不是那个 他被魔王 那时候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的师父 拿到魔王还有灵珠 在一个佛的罐子嘛 然后他讲那个魔龙啊 他里面放了三米 真的活三米 不是 那个你看的可能是改变了的 他就把那个哪吒的前世多加了一些情节 那是哪吒的前世 他的确只是一颗灵珠子罢了 没有魔龙还是魔王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们有看那些故事也没关系 因为这一个呢老师是从封神眼力里面的版本讲出来 就是最初的这个哪吒的形象 OK 所以可能你们看的是很多不同版本的动画嘛 没关系 所以最主要是把他的这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敖饼一个角色 OK 龙王一个角色跟哪吒一个角色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版本 但是哪吒跟敖饼呢 这两个关系就是哪吒把敖饼杀死了 然后再把这个敖饼的龙金呢抽了出来 然后龙王呢是为了报仇就觉得你杀了我儿子 所以我要上天井去告状 但是这个龙王还没告状之前呢 哪吒就把他挡住了下来 然后甚至是刮去了这个龙王的鳞片 所以因为害怕这个哪吒哪吒这时候 那个他的法力也不低嘛 也是有魂天井跟那个群魂天的帮助 所以他松手过后呢 他就把这个龙王放走了 但是他又担心这个龙王呢 会反那个诺言 因为他本来讲他不要上天井告状了嘛 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龙呢 变成小龙 然后收在他的这个袖子里 然后带回家去了 OK 所以龙王呢当然 咽不下这口怒气嘛 对吗 所以他跟着他回到家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这个李靖 哪吒怎样打倒他 怎样在他身上挂取这个龙片 所以他因为这个告诉了龙王 龙王告诉了李靖 然后李靖就把龙王放了 所以龙王就说 他的仇不能不报 所以他就请来了南海西海北海的龙王 一起来报仇 所以那时候呢就有一个环节 叫做水淹成堂关 OK 所以水淹成堂关呢 都是因为哪吒跟陶炳之间的恩怨造成的 所以这个东海龙王呢 就请了这四海龙王一起 然后就把那个水淹的这个成堂关 那么李靖呢 因为他是成堂关的这个守护将军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之下 他只有去迎接 就问这个龙王 你怎样才能把这个人民放走呢 就不要淹这个整个成堂关 不然人民都受苦嘛 对吗 所以这个东海龙王讲 新你就绑这个李靖起来 所以夏平就这样就把这个李靖绑了起来咯 然后绑了起来他们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龙王从头到尾他的目的是要谁 他的剑柄 谁的谁的性命 他要为他儿子报仇对不对 要他交出李哪吒 因为哪吒杀死他的儿子 对啊 所以他从头到尾就讲 你要交出李哪吒 你不交出李哪吒 我就是一大堆的报仇的行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哪吒就出来 好 是我打死这个叶叉的 那么也是我打死敖饼三太子的 现在你不要再做这个信封作让的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他一个人做的事呢 应该由他一个人来担当 所以他就告诉龙王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 但对于龙王来讲 你杀死了叶叉 也杀死了我的儿子 所以我要你死 才能为我的儿子报仇 所以呢 他就觉得好吧 他也不想连累他的父母 因为他绑着的这个李静嘛 所以他就自杀了 所以他自杀的这个环节 就叫做踢骨还腹 然后削肉还腹 所以他就觉得他的身体把腹啊 都是父母给他的 所以既然他闯下了这个大祸 他又不能连累父母 所以他就在这一个 城堂关上的这个城门 OK 自己了断 然后把他的骨还给了父亲 然后他把他的肉还给了母亲 所以就这个时候呢 这个哪吒就已经失去了一次性命 所以失去了性命的哪吒怎么办呢 他被谁救起来 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是谁 对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 我们 对 太义真人 对吗 太义真人怎样把他揪磨呢 要给他烧 那么那个花 在哪里 把当着他的身体那时候 对 所以其实哪吒呢 他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他出事的时候 然后他是一个肉球 OK 然后他的师父呢 就给了他这个魂千灵 跟乾坤圈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 他是这个小孩的阶段 所以有时候你们去喵喵 拜拜的时候 对不对 有这个哪吒不同的形象 所以他小孩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他大闹这个龙公 然后龙王来复仇 他杀死敖饼的这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莲花化身 所以我们就讲 为什么哪吒从本来一个肉球 转世的一个人类 会变成了一个莲花化身呢 就是因为龙王要复仇 他自己了断 然后失去了他这个肉身 然后他的师父 太义真人呢 就把他变成了这个莲花化身 当然莲花化身 不会马上就做出来了 因为他的妈妈觉得 哪吒死得很可怜 对不对 那么当时后 大家都相信魂魄的嘛 所以哪吒这样子死掉的话 会不会他的魂魄 没有地方去 所以他就瞒这里进 就是他的爸爸 因为爸爸是觉得是 你哪吒自己闯了大祸 所以他只是赎掉他 做的这个错事 但是呢 妈妈就觉得 我的儿子死得很可怜 所以就为他建了一个行宫 行宫就类似一个庙这样 然后让大家去膜拜他 然后祈求他 然后得到相关 为什么有一个人在这里 蹦蹦 为什么有一个头在这里 没有这个是老师给他一个图片罢了 他在吉他 没有啦 如果你看那个动画的话 是那个里能再晕倒 给他人工呼吸嘛 ok 当然我是取那个动画的图片 ok 所以他建了这一个小庙过后 李静就知道怎么可以为他立一座庙 他只是一个 因为做错事而 自己死掉的这个人而已 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小庙呢 烧掉 所以哪吒没有办法呢 就去找他的师父 因为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他的师父呢 就是太义真人 就找来了这个荷花 荷叶 然后又再挖了这个莲藕 然后摆成了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他就用他的法术把这个哪吒复活了 那个荷花呢 就变成了他的这个衣服了 然后荷叶跟他的莲藕 那就变成了他的身体 所以他就好像一个刚刚睡醒的人一样 ok慢慢的苏醒过来 所以他就重新获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已经开始有了莲花化身了嘛 对吗 他本来就有什么武器 刚才我们讲 魂天灵和全滚圈 对魂天灵和全滚圈 这时候他的师父呢 又给了他另外两个宝贝 火箭枪 对火箭枪 哦 让这封火轮 对 这个封火轮 这个封火轮可以帮助他什么呢 可以帮他 速度很快哦 对速度很快 所以可以去到 他的这个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的哪吒法力更高强了 哇 哇 你看第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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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他有了这个武器之后呢 他可以脚踩风火轮 然后身上有这个悬崑圈 然后他又有武器火箭枪 还有他本来就穿着的魂天灵 四大宝贝 嗯 不是还有脚轮送火招咩 有那个招式放在他身上 那个是他要去参与那个战争的时候 才穿上去的 明白吗 那个是不把火 因为他本身也会那个三位 三位 三位真火 来 但是我看呢 是他那个魂天灵灸的生活照 前魂天灵灸的生活照 前魂天灵灸和 和风火轮是他的 是 是他的 那一个他去 库仑仙院 然后他那些师父教他法术那些 然后过后 然后三个他的师父 三个他的师父就是 就是他的那个体中三个宝宝 然后一个是手在云仙灯那边 一个是 一个是 忘记是手啊 没关系 因为有很多的版本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跟这里面看的都一样 总之就是他身上会有这几个的宝器 然后帮助他 变成他之后在那个打战的时候呢 他的法力更加的高强 OK 所以来到这边呢 他就有了四件宝贝 对不对 所以他的本事就更大了 所以这时候的哪吒呢 他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回去杀掉他的爸爸 为什么他要杀掉爸爸呢 大家记得吗 他的爸爸做了什么事 没有人记得啊 方 那个 那个人王 不是 因为他第一 刚才有讲了 他死 死掉过后 他的妈妈不是觉得说 他魂魄没有地方去吗 所以他的妈妈就给他 发造了这个行宫 就是这个小庙 可是李静做了什么呢 烧掉 然后他就把这个行宫烧掉 就是烧掉 变成这个哪吒没有地方去嘛 对吗 所以哪吒呢 其实是记恨在心的 他一直以来觉得 他的爸爸都不太喜欢他 因为他爸爸把他当妖怪 来看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哥哥金炸木炸呢 却在这个战争中的屡屡见其宫 对吗 所以他就觉得 哎 他的爸爸肯定不喜欢他 又毁掉了他这个行宫 所以他就回到城堂关去 要杀掉他的爸爸 但是李静能这样容易被他杀掉吗 没有 所以他就请来了 他的这个十二仙之中的燃灯道人 就给了他一个宝塔 OK 当然这个哪吒也不是这么容易对付 对吗 如果这个哪吒想要杀死李静的话 应该也是很容易 因为身上的这个宝器太多了 可是呢 这个李静因为他知道他有修仙 所以他就请来的燃灯道人 所以就给了他这个宝塔 然后就把这个哪吒完全震住了 震住在这个宝塔里面 然后哪吒没有办法 他就跟这个李静呢 跨去了他们之间的恩怨 所以最后呢 就各自跟着他们的师父去修行 那么李静呢 也因为燃灯道人呢 传给他的这个宝塔 所以他之后就被分为 托塔天王 大家有听过托塔天王吗 他并成王去 对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两个 三个儿子都叫太子呢 是因为李静本身有这个封号 叫做托塔天王 对 顺理成章的哪吒呢 也叫做三太子 哦 这样有明白了吗 OK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各自呢 也是会跟着他们的师父去修行 然后在之后 江子牙下山要封神的时候呢 跟这个商朝作战嘛 所以哪吒也成为了其中一个先行军 就是最厉害的这个将军 去帮他们打仗 所以哪吒呢 是非常强的 他几乎在每一场战里面 都是胜利很少 这样子哪吒吗 是 是那个统业之后 OK 所以这个就是 从头到尾哪吒的故事了